Hello,大家好,我是古丽 我现在在新疆的轮台 小白信之乡 信子节我没赶上 我来的有点晚 树上的小白信也不怎么多了 但是作为一个轮台人 我怎么能上街买着吃呢 为了最后这点尊严 我还是来到了信园 我带你们去摘信子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信园 我来的现在已经都过期了 所以信子不怎么多了 那边那个是核桃树 这个也是核桃树 上面有很大的核桃 你们看 但是现在还没成熟呢 这个都是核桃 然后这边是桃子 那边都是核桃 说我们新疆的瓜果多 确实是 你看这个就是小白信树 上面还有一些 还挺多的 反正够我吃了 你看这些就是小白信 我看看 我们先摘这个吃一下 哇这个好漂亮 先摘一个下来 这个感觉有一点点硬 我得找那种软的 软的好吃 软的成熟了 它好吃 哇 太好吃了 我都没给你们看里头 太好吃了 一口就被我吃完了 我再摘一个 这个小白信 就是不大 挺小的 然后黄黄的 这个里头特别甜 因为我们这儿 就是新疆这边 周夜温差比较大嘛 然后它就会特别甜 巨甜 这个轮台的小白信 可有名了 大家应该听说过吧 来新疆 一定要来轮台吃小白信哦 都是水 特别好吃 看还有嘛 这个小白信 被称为是 树上的蜂蜜 哎呀 这个 称呼 它绝对值得 嗯 非常甜 哇塞 你们看我们这边的天空 蓝霸 特别漂亮 这边还有一棵大的杏树 我过来摘这边的杏树 还挺多的 赶紧摘一下 我摘了这么多的杏子 感觉还没吃够树上的 我要拿回家洗一洗 继续吃 我刚到家 我现在要把这个杏子洗一洗 这个就是我们刘泰县的小白信 嗯 糊 它这个糊也是甜的 嗯 太好吃了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小白信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它里面有那种特别丰富的那种有机酸嘛 它里头长这样 它有这个润肺止渴的作用 嗯 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 太好吃了 太香了 简直 我吃的这个 因为从树上摘的嘛 我摘的都是熟透了的 所以一点都不酸 但是有我们如果上外面浇上去买的话 它买的一般都是稍微硬一点 或是轻一点的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点带酸味 但我这个没有 我这个就手套过来的 看一下 都特别软了 嗯 我刚刚可能有个十分钟吧 路程 我从信员到这 它就已经软了 所以这个小白信 放不住 放冰箱里 它也会就是变那种特别软什么的 如果说 大家要买这种小白信的话 一定要买那种 稍微轻一点或是硬一点的 这样好储存 放到冰箱里 还能吃几天 像我这样的 都有一点点软了 我感觉今天就得解决掉 那你放明天就不好了 嗯 好吃 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就不要吃了 因为它太甜了 你看 都有点软了 能看见吧 都有一点点软了 我刚从树上摘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特别甜 这个杏糊 这个杏糊 里面也是甜的 我们一般都用牙 这样吗 我妈不要叫我弄 他老让我用石头砸 他把我牙坏了 太好吃了 小伙伴们来新疆的话 一定要尝一下 我们的轮台的小白信 我们轮台的小白信 特别甜 那是别的地方 找不到的味道 那今天的视频 就录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给我留个关注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